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白心仪 欢迎收看春日一千零一个故事 台湾到现在还有一个村落 完全没有电力供应 居民的饮食起居都靠柴火 所有的工作也必须在天黑以前完成 因为太阳下山之后 整个村子只有月光 星光 还有烛光 古老原始的生活形态 仿佛21世纪的山顶动人 这个台湾最后的黑色部落叫做老七家 位于屏东县春日乡的偏远山林 人口不到五个人 七家村曾经是排湾族的中心之地 鼎盛时期住过近百户人家 用页岩堆叠的石板屋顺着山势而建 是台湾最大的石板屋群 半个世纪以前村民被迫千村下山 只剩下几户不肯离开 繁华聚落一夕间成了废墟 也渐渐地被外界遗忘 没电 没灯 没瓦斯 没冰箱 没手机讯号的日子 像是野地求生 村民却过得安稳舒适 甚至拒绝现代文明 进入这一片纯金乐图 老七家 台湾最后的黑色部落 以墨在海拔六百公尺的孤悬之村 三百多年来 殿不曾存在 神灰夜盐层层叠起的石板屋 让黑色部落更黑了 祖马的罗梅 祖马的罗梅 像冬天比較沒有菜 我們就從下面買高麗菜上去 冬天比較沒有什麼菜可以採 這是白米 也要送上去一個禮拜的份 瘦嘛 就一些扣麵之類 扣麵 一些糖果 餅乾 鹽巴 醬油 這香最重要 對 竹林也想要喝 竹林也要喝 這個沒有帶上去不行 會生氣 吃的 喝的 用的 全搬上小貨車 李泰山每星期得上一趟老七家 為母親送補給品 因為東西如果送太多 它會沒有電 那東西會爛掉 所以一個禮拜的份 送上去 送上去這樣 那你這樣跑幾年了 我會騎摩托車就開始跑了 跑到開貨車 開到貨車 對 帶著老婆 小孩這樣子 對 小孩子這樣子 走囉 一個小時的車程 從大路 小路 開到梅路 潛水河床 若逢雨季就得搶渡險溪 通往老七家的橋樑遭到莫拉克風災的土石摧毀 李泰山要多繞兩個小時的遠路才到得了家 中斷四年的聯外交通 終於在2014年修築新橋 就這樣 顛顛薄火 貨車使盡現代文明止步的原始聚落 中斷四年的聚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儿子媳妇回来了 蹲在柴火边的李妈妈 起身接过孙女 又继续手上的活 导演 哦,文字幕 李宗盛 啊,文字幕 李宗盛 哦,文字幕 李宗盛 哦,文字幕 李宗盛 没电 没灯 所有工作都必须在天黑以前赶完 没瓦斯 没热水 煮饭 洗澡都得靠烧柴 于是 屡屡吹烟 在空气中 在石板间 忠言不息 是部落的呼吸 白天都要做很多事情 因为晚上没有聊天 晚上一天黑就开始睡觉 一天黑就开始睡觉 没有电 会聊聊电 有酒就聊电就喝酒 以前这边最多住过多少人 这边好像七十多户 七十多户 那好热闹 对啊 我们今年是在这边五年纪 五年纪 五年纪 帮忙挑豆子的黄伯伯 是李妈妈仅有的两个邻居之一 因为整个老七家只有三户人家 平常一个人都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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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有地瓜 有鱼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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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较喜欢吃一股 平常一个人吃得简单 今天儿子回家 一定要做一顿丰盛的 我们的盖子那个 已经是没有了 然后我们都是这样 把它盖起来 入冬后 天暗的早 五点钟 部落已黑 这顿家宴 李妈妈邀请老七家全部住民 四个人围着一个锅子 用最原始的方式 喝汤 吃肉 这个汤匙就是一人一口这样 一人一口 所以刚才我讲到肺结合吗 肺结合 有肺结合了 其他人不敢喝 有肺结合了 其他人不敢喝 这个包 你自己做好 是不当做食物 你自己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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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散了 母子俩就着烛火 画家常 聊天上的老伴 聊山下的工作 夜尾央 屋内屋外 刺骨寒凉 天光为亮 李妈妈瘦小的身躯 已蹲在前庭 张罗早饭 昨天睡得好吗 好 睡得好不好 好啊 昨天寒流来 对 可是还是 烧火盖民币 很舒服啊 那你现在在忙什么 要 有剩下的饭 昨天剩下的饭 就 洗一洗 然后就热 当早餐这样 昨夜的残羹剩饭 热过又是一顿 知道一粥一饭 来处不易 李妈妈舍不得倒掉 一口食物 尽管没有冰箱 芋头粉和粗盐 就是老祖先流传下来的 天然保鲜剂 芋头粉 芋头粉 嗯 然后加盐巴 加盐巴 嗯 那个盐巴很多就比较好 如果那时候 我们煮汤的时候 很咸的话 我们可以洗一洗 然后那个 嗯 不管是鱼啊肉啊 都要这样腌来保存 对对 就这样 那夏天这样也不会坏掉啊 不会 它不会啊 嗯 因为我 因为我们不会 就不会那么久啊 一个礼拜而已啊 哎呀 只要 只要夏天很多 雨具啊 嗯 打染路不好 才会比较久啊 腌好的肉品 放进酱缸 盖上叶子 摆置在石板屋的阴凉处 这样的生活 激进血居 那婆婆你带我们看一下你的房子好吗 好啊 我这里住了五十年啦 嗯 你就在这里生的 嗯 那时候这边住多少人 很多 很多啊 嗯 这个空间住很多人 对啊 嗯 我这边完全都没有电 嗯 这边是放杂物的吗 等于是那个厨房室在这边 对啊 嗯 是生活 嗯 放那个木材啊 木材 嗯 要在这边烧火啊 哦 所以等于是这边是一个小厨房在这边 嗯 所以婆婆睡觉就睡这边啊 对啊 那被子很薄耶 嗯 很像冬天 婆婆很冷 很冷 很冷我们就 嗯 烧火 就烧火 嗯 婆婆那你都没有想到说要搬离这边啊 嗯 我不喜欢离开啊 你不喜欢离开啊 这边的风景比较好 风景比较好 对啊 因为我们这边不会随便 都会随便 都会随便 夏夏会随便 对 好像 嗯 嗯 不习惯那个那边的季后 嗯 啊这边是习惯 如果给你电的话 嗯 我的想法说 嗯 因为我是习惯 嗯 这边没有电 对 我就 我就喜欢没有电啊 没有电有没有电的生活这样 嗯 嗯 因为我 从以前是习惯是这样啊 嗯 好像有电 好像影响 好像是迷迷糊糊糊的样子 哈哈 没有电力的饮食起居 李妈妈一点都不为难 莫拉克那一晚 风雨鬼哭神嚎 老人家也安心躲进谷仓 相信祖林在天庇佑 哇 哇 你看 你看 习惯多一点 对 都没有 我们就到里面 以时 以时 颱风 颱风 颱风很大的时候 老人家我们小孩子拿到这边 嗯 你是说躲在里面啊 对 哦 因为他把这个房子逃的时候 屏东春日乡 中央山脉山腰的老七家 排湾族语是最中间的部落 也就是排湾人的中兴之地 民国五十年配合政府山地平地化政策 村民被迫迁徙下山 只留下几户不肯离开的 部落家屋 遗落在丛山密林匆匆半个世纪 行贸格局倒也齐整 是台湾现今保存最完好的石板屋群 嗯 大哥你现在一个礼拜都要回来一次啊 嗯 这个房子小说在这里长大的吗 嗯 爸爸妈妈一直住到什么时候为止 当然都走了 都走了 房子在黑 对父母的记忆依旧清楚鲜明 这几年 越来越多新七家的族人 假日农闲回到老七家 试着从古老边境找回什么 从中校退伍的正超 甚至组成工班 修复荒废老屋 我们这个台石板 它的最重要的一环就是 它这个缝隙 还有它的这个叠的那个面积的大小 那最重要就是这个缝隙 在你这个接的时候 这个缝隙呢 跟后面的石板要在正中央的位置 嗯 这样是正确的 那错误的叠法呢 就是 是这样 这个缝隙跟前面的缝隙呢 成一条线 这个就是错误的一个叠法 这样就会漏水 那我们这个师傅排成三排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进度要一样 你不能超前或是超后 我们这个大概上面的师傅 大概两个到三个 一个是右边中间 还有一个左边 然后同时这样进行 因为他为了要采取这个中间 所以他这个进度要一样 如果有超前的话 就后面的人就很难排这个 所以我们这个这个进度呢 三个师傅都要 都要配合 夜沿一片一片叠起的石板屋 是仙人的智慧 看似简单 却复杂的铺石工法 让屋舍通风不漏雨 冬暖夏凉 那我们这边最后的屋顶 就是最重要 因为它这个有接触 前后接着接触面 那我们这边的石板越多越好 好 上面再摆那个白石工 这个没压过去 这个也是防风的作用 第一个是防台风 那古时候这个有一个就是 当做那个头骨 就是一种嚇阻那个敌人的意识 就是敌人在外面 比较远远处 远看就是好像一个头骨 就是这个部落很会杀人 早年竹骨尾尾尖 族人必须远行到七家溪谷 徒手扛石板回来 公的母的还不能搬错 声音都不一样 那个抄起来的那个 公尺都会有那个什么 很响亮的那种那种声音 按摩的就 比较没有声 就很像那什么 打起来都不一样的声音 那像这个屋顶上 这个都是要用公的来铺 对 所以一个好的石板 不会漏水 也不会塌下去 可以住几百年都可以 但是应该是 几乎两年 起码还要成修一次 因为怕有些破掉的 或者是被像这样 被台风掀开的 所以一些年轻人 一定要喘下去 不然到最后 这个石板 一旦没有人要揮座以后 真的可能会 然后主席的智慧就 对 建屋修屋 向来是不如大事 左邻右舍相互帮忙 团结分享的传统伦理 维系着散居平地的子子孙孙 这个已经是 内入我们这个部落 一个重要的一个遗产 那我们要坚持下去 我们祖先的一个 优良传统的精神 所以我们部落一直 跟我们就是有共同的一个目标 就是把这个部落 永远给它维持下去 希望说 这边给它弄一个保护区 那游客不要随便进出 能够受到管制 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目标 台湾最后的黑色部落 灿亮了排湾族的文明历史 没有电又如何 只要距离 我唱我 所以从子又开始唱了 你是那里的媳妇啊 你是那里的媳妇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